園區的一個美異 再來呢 如果剛剛已經講了 A land是行水區 C land會碰到移植的問題 如果我們這個地點沒有辦法找到適當的 我們何妨再請專家做個研議 找到更適合的地方 然後剛剛有講到 我們今天到了 謝謝 西岸 我們堅決反對 歸零跟異象的保存方式 謝謝 謝謝 下一位請提 老師先生 各位委員 大家好 我是中文科技大學的建築期書籍 對我來講就是我們看到剛剛 很詳細的報告說明了 中山橋保存的選址的問題 作為長期關係文化資產保存的 我們指工作者 我們希望能表達反對 歸零這個提案的態度跟立場 對我們來講 這光顧於我們 對於文化資產保存法的 立場捍衛跟價值 所以長期在我們過去的過程裡面 不斷地看見的各種的解釋跟解讀 但是那個資已破碎的歸零 是正好是見證了我們缺乏決心 跟勇氣去面對這件事情的一種立場 所以作為文資首部總統的工作者 我們希望能夠提出 反對歸零這個提案的立場 以上 謝謝各位 還有一位財大森林系林先生 好 那個長官還有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目前是在台灣大學森林系擔任副教授 那本身也有從事一些 那個文化資產的那個 主要是在募結構上面修復 那當然對這個議題來講 因為我本身住在士林區 還有中山區大概五十幾年了 所以天天幾乎是會經過這個橋 天天經過這個中山橋 那我剛剛在外面大概有看到一下 就是這個中山橋選址的三個原則 那選址三個原則大概是今天也才知道 因為本來從這個科事長上任之後 其實我就對科事長還距離過往 就是說在對這個 希望在他任內之內處理掉這個 偉大不掉這個問題 那剛剛也聽到大概三個方案的詳細報告 那我想大概 在座各位我想大家都很想 這座橋馬拉重建回來 我想這個大概是確定的 那至於在選址的方面 那個三一則方面 那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所以說我把我之前的想法 大概有跟幾位大概引交換一下 大家當時是說 希望我在這個場地提出 因為之前我沒有提出原則 因為我在小赤府這邊有非常多的專家 還有應該是大概會提到的 但是到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大家似乎好像都把它居限 把這個中山橋的這個附件 局限在這個橋頂 然後在新選區這邊的這個附件選址 所以我今天可能大來提出一下 可能讓這個 可能長官有這個文資 我們參考的一個新的位置 這個位置是在這個 我大概算了一下 因為我本身不是學建築 我沒有辦法做一個模擬圖 但是我把它大概算一下 橋底的長度 還有一個量體的大小 大概在這邊 就是現在這個中山區的康樂通園 跟林森北部這個公園這邊 是會讓它做一個跨越橋的形式 跨越橋的形式 那我大概量算一下 量體大概是可以 是夠的 那至於高度上來講 是不是要放橋跟電高板 到時候要做一些細部設計 那大概在這個位置上面來講 是不是有回到前面幾個園 就是說是不是能看到 遠山大飯店 還有中山北部這個部分 中山北部這個部分 由大直立很近 然後再加上林森北部本身 就是一個台灣 日本公共和南台灣 非常多的聚集點 所以這個位置 我第一個這個新的位置 希望說這個 市府這邊大概 再重新評估考慮一下 以上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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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報告已經所有發言完畢了 市委有沒有問題 會請就要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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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有報告 今天審的是修復在六計畫書 所以委員應該是就在六計畫書做真三修 那真的部分應該要具體的可行性 三修 那或是三修 請教一下 因為在那個1月2號 今年1月2號的那個行軍號到時候 這個經濟部的歷史 他也流出來是有不見 其中的第一個跟第二個都是 希望能夠評估一下房東 我們知道中山橋它不是一個戲曲 它是一個舊橋 它原來就在那個原來的貴姿 它也從來沒有去造成我們原山地區的大燕水 是因為中山橋阻斷所 所以在當年做原山橋的時候 他也請郭公立主任 我們那時候台北公安學生很厲害 到線條去參觀 他還特別指著原山橋說 我今天做的原山橋 指著中山橋跟我們講說 日記實在樓下來的這個唯一的 這個幾乎全世界也很少看到的樓公棚橋 那個線條比我們現在的原山橋 真的是漂亮或很多 他就很後悔意思就是說 如果能夠讓他去做那個更漂亮的橋的話 今天的原山橋應該不是長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他還是努力的把原山橋的橋樓 那個當年做了這個所謂的這個工程 幫那個做打樁 就打了六十幾公尺下去 結果他在打樁的時候 他跟我們講 因為我們這樣去參觀 然後裡面都可以有 你就落實了水利公園裡面的所謂的 大斷面被小斷面的叫做漱水光沙的效用 所以原山橋那邊根本就是原山 所有的沙根根本都被沖光了 都被刮光了 那所以他要落根下去 光打那個橋樓 那個工程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這邊就要請教了 水利主他進來要我們做防洪的平夫 當然西橋你要做落橋平夫 那一段平夫 然後防洪的平夫 因為我們這三個要素要通過 才能做新橋 但是我今天是一個老橋 我本能就在那裡 是你馬市長 剛才叛逸 那個時候把它拆掉啊 對不對 那現在要蓋回來 也是當指馬市長來承諾啊 那國家竟然用水利的觀念說 你現在不能跟我剛回起來 你現在蓋回去的話 就會有水利的問題 但是水利你又沒有評估 所以剛剛我們去打斷了我們水利素的那個簡報 我覺得是不是把它那一張再秀出來 就是我們防洪潛跟原山崽分洪潛 分洪後 那個水味到底怎麼樣 是真的會到 對我們這個老的原山橋 中山橋要化越那個洪峰 化越多大 那我也就是會報告 我們以前的理想師發了很大的幸福 新北市 我們那個三峽的洪潛把他做得很困難 當年也是因為防洪的關係 我們很辛苦的把洪潛的措施做了很多的建議 耐盛的這個洪潛也把他做了建議 人家現在修好了 人家現在要開放了 一個老橋在那邊他的生育 不是我們用這種粗淺的工程的角度去看 那個歷史文化很感動的 有一位我們來包園的這些里長 那真的是 那個是感情的東西啊 歷史文化的傳承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說要把原山橋帶回來 我一直說堅持原味 原汁原味 跑到總統女性不像化碼 我們現在有了歐洲的福利也不考慮 已經有了東西人家玩得快快樂樂的你要把它破壞 然後為了成就說你把一個小蛙從原來會把它搬過來 所以我一直要想說那個防洪的分析到底是怎麼分析的 這個應該要給我們一個更清楚的說明 那水利署他那邊第六點他說 衝刷深入可以打13公尺 當然用這樣的大壩面跟著小壩面順腿攻刷 當然我把你崩掉 十三無可 問題是他已經幾百年在那邊了 那個河口都沒有變 那還是一樣 橋的關度 兩岸的 延岸的關度 都已經都變圓擺了 就跟那警告那主任當年 都圓在那角的橋 都一樣 那個圓擺已經被他挖掉了一些 還挖了多花了多少錢 多花了多少錢 才能夠把這個圓在那角拿來蓋起來 那我們今天要不要 我們今天的橋本可能沒有它掉了 它在底下 用個執筋把它弄上來也有很多問題 現在的工程技術要把它 廣遠到原來的位置 技術上根本沒夠的嘛 那為了防洪 那防洪到底是 到底多少 這一張我們可以 是不是寫水利署要跟我們說明一下 到底分盟前 分盟後到底是什麼呢 就是讓他打斷了 我覺得這個是最重要的 可以幫忙再說明一下 謝謝 我們這邊可以水利署報告 那剛才是報告 那這個最重要是在第一次委員的時候 會議裡面有提到是說 有一個比較強勢的水溫數據 所以水利署就按照了就是 就是載入了水利署在107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基隆河的一個防洪等 性能改善的報告 那這個報告裡面其實提出來了 就是在104年的時候 其實經濟部水利署 針對這個淡水河系的一個事文 他有做一個研究 那報告的雨量跟流量的這個部分 來做說明 那在雨量的部分 大家委員可以看到 中三朝77年是他們那個水利署 他公告的一個流量跟那個他的雨量 在104年重新檢討以後 他其實他的增幅已經增加了71點會怕 就是雨量的部分 因為流量的部分 就是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在基隆河的河口這個部分 其實他在關谷 就是關谷的地方 在77年公告的時候 以原30分桶之後 他的流量是3600Cm 那在104年的水溫分析的時候 原30分桶以後 其實他還有5350Cm 所以他的增幅量大概有45% 那我們看到這個中三朝 中三朝的部分 用兩個這個增量來比照之後 在77年公告 他是分桶以後是2630Cm 那104年他重新水溫水裡重新檢討以後 他的分桶之後還有4220Cm 所以在中三朝的增幅裡面達到60% 所以他是等於是全段裡面 他的增幅量最大 那現在這幾指就去水溫邊填之下 那水溫量已經增加 達到有45%了 所以中三朝的這個重組 又在河川區裡面去設置的話 他的那個風險實在很大 那當然委員也有講 剛才那個宋理長也提到 那是不是原30分桶以後 對這個我們台北市的風險就降 不會放到下一頁 對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原30分桶的地方 從這邊可以到中海地區 他的積水區呢 就是這個位置 積水區是這個位置 那他站到他的積水溫滴 大概91平方公里 那我們基隆河沿線到這個灣渡這個地方 是491平方公里 那如果今天的降雨是降到這個 原30分桶的積水區 他當然可以透過這個 原30分桶工程又排到中海 可是如果這個降雨都降到這個地方 其實原30分桶對我們 是沒有任何的注意了 所以他的影響就會有 像剛才我們回到上一頁 他就有一個分桶前後的流量 上一頁 那這個是經濟部水利署 他所做的這個水溫水利的一個分析 所以如果你這個 如果原30對我們沒有分桶的效益的時候 他分桶前 在中山桶他就達到5350信約時 所以他的量非常的高 所以他會說 如果在這樣一個量體之下 你又一樣放在基隆河的組合道裡面 那他除了對這個沖刷的這個沖刷的部分 他的橋台或者他的構建 其實都會有影響 那整個房東在一個礦額構造物 他也不覆了礦物構造物 所謂礦額構造物是 你要曹財的兩側是化合 垂直水流才是一個化合 那你今天是平行 全部治療和村居 那你的洪水來的時候又將它淹沒 那整個水流 為什麼剛才前面我們夫總 會報告這些颱風災害的情形 就是它們衝刷之後 又再造成我下游測的一些橋樑的安全 那以及或者造造我的提防 退體之後造成這個洪災 那也不是現今我們高度發展之下 讓社會被承受這樣的都市洪災的貢獻 所以從上面的報告裡面 就是希望說這個中山橋這個構建 如果真的放在這個和川區的出頭道裡面 對我們防控的相對非常地大 幫我們上報告 我們對你們提供的資料 覺得一定很不完整 第一個你們既然是要做改善方案 你為什麼不提你們怎麼改善 你們改善只是把提防增高嗎 還是說真的有辦法去做改善 那你改善的計畫的內容不告訴我們 只是拿水量的增幅 要我們不要去做這件事情 是不對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們簡報的內容有誤導的可能 你講的是叫做新練習的情形 但水流的情形 你拿這些去幹什麼呢 你把最重要的部分 你看你們107年研究的結果 怎麼樣 我在猜 我在猜一定不是只有增加提防 現在已經不是這樣 那是不是會有第二條的圓山分黃道 類似那樣的東西出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不告訴我們 就是這些資料你們都是挑著用 那我們也就挑著看 這個是沒有辦法 也沒有辦法提供我們的這個 在利用修復計畫去做參考用 因為你們這些資料沒有參考的價值 好 謝謝 謝謝 我現在來看這份辦了 謝謝 謝謝 那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都是在私訊會討論 那我覺得因為我們今天討論的是 修復計再利用計畫 那這些內容我建議 包括剛剛風源處 包括那個水利工程處的這些資料 請多把它納入到那個報告書裡面 因為對於歷史而言 這個部分記載各個單位相關的責任 我覺得應該還滿重要的 那回到這個簡報 我覺得我們幾次的提醒 其實很重要就是我們其實是理性在溝通 到底行或不行 那這份資料 我就用水利工程術的這份資料 那前次的時候我就已經提到了 那個增幅45% 剛剛這一張 增幅60% 但是關鍵的對我們而言是安不安全 你增加了60 那個安不安全 那你們在挑重點獎的時候 我覺得關鍵是在前一頁 你們那個挑重點在前一頁簡報 好 就是這個公文裡面 右側 第二項 那個關鍵在裡面的幾個文字 那你們去用那個增幅那件事情 我覺得完全沒辦法說服我 但是重點是在右側的這二四六 八 第八行字 他有談到了洪水會達8.6公尺 然後下半邊的時候 另外一個是9.31公尺 然後這個時候就反映出所謂的鐵頂高層 出水高度不足0.64公尺 這個東西才是關鍵的重點 那我再接著講就是剛剛黃偉元提到的 就當你們在做這個簡報的時候 你比如說你放了那個納利颱風 然後那個貨櫃 然後造成了這個 這個責任是橋的責任還是貨櫃的責任 是因為貨櫃把橋撞斷了 好 那剛剛黃偉元其實有提到 包括其他地區的 譬如說南港的那個 那個是四分溪的問題 就當你們在做這個簡報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重點你要講清楚 那回來的剛剛的那個公園處其實也是 你提到了那個西側的那個玫瑰的那個園區 裡面有很多橋墓 但是對我們而言 關鍵是 我小人 我抱歉打算 是 我想今天我們主要同意 看看這個報告書同不同意 我們都決定任何的利益 地點並不在我們今天同意 所以我想今天如果報告書不同意 請他可以再修正 我們可能還有這個會再再找哪個地方 那是 副主要有的報告 然後這個報告大概也做得很快 那我們主要這個報告跟一般的報告其實也一樣 第一個可能 如果老師覺得哪邊不適當 給我們意見 那該刪掉 該修正 我們來修 那可能要在今天先決定 不然這個報告其實在這樣下去可能也沒有意義 所以它應該是原則上決定 是不是給我們一些意見 那如果老師要修正或是刪除的部分 那你給我們做一些決意 好 我就常是做一個決意 tzau 補充的話 各位再修正 不然今天這個報告 各位有一次委員 還有誰秘書 還有公文書 都提了很多意見 而這個意見都剛好我們的 不知道